五安宝宝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正面看世界 正面看世界呢 只要一整有上班的话 我们都是Live直播的 礼拜一礼拜五下午的 5点钟到5点半钟的时间 邀请大家应援宝主 记得要帮我们跳出聊天室 再来按个赞 首先呢花个30秒的时间 帮我们把连结分享出去好不好呢 今天帮大家抓了很多的重点 包括呢中国大陆最近也很冷 台湾今天也是非常的冷 第一次让我觉得有那种冬天 真的是很冬的感觉 那今天呢还有包含了神舟13号 哇在航天站又有一个大突破了 另外呢要帮大家揭秘 什么叫做曙光明白呢 另外我们看到了在疫情的部分 提醒大家哦如果要防Omicron的话 口罩真的要戴好 而且呢布口罩可能会不好 再来呢西安封城 那考生怎么去考研究所呢 好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国的神舟13号飞船的航天员 那接下来呢说到暑日子 还有两个蛮特别的时间点 就是呢会在太空中过跨年 然后呢还有过年 过年跟跨年都会在太空中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航天员 史上第一次 好首先呢在聊天室里头 我看一下宝宝们已经来应援了 但是我现在聊天室为什么我的影片卡卡的 没关系我等一下再来看 谢谢加龙 Bennis 还有周浩斯 Vaking 以及我们的蔡立伟 陈春照 AFFAA 谢谢大家 准时应援 谢谢鹅鹅 大家午安 好邀请大家记得帮我把链接分享出去哦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不晓得大家昨天晚上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 你就觉得哇好震撼哦 因为每次航天员出舱的时候 透过那个镜头你会看到呢 它的背景是地球 这或许也只有在太空当中的航天员 才能够感受到那种震撼 但是现在科技很进步 很幸运的我们透过呢 镜头 而且是航天员他们自拍的 还有这个外面架设的这个镜头 我们也可以一起体会这种感觉 那么这是神舟13号的航天员 第二次的出舱活动 时间点呢是在北京的 昨天晚上的6点44分 航天员夜光复呢是率先出舱 然后呢他跟在智刚在这个舱外作业 那么这一回呢 女航天员王亚萍是在舱内配合着 另外两位航天员的作业 那么这一次的是第二次出舱嘛 那第一次出舱呢是在11月7号 当时呢是进行了大概6个多小时 那么在航天站上的航天员呢 目前有资深的08年9月成为太空中 第一位首位这个大陆指令长翟志刚 然后呢他是登上了中国空间站 还有第一位女航天员王亚萍 以及呢在职业生涯 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 也是首次出舱的夜光复 这三位航天员呢10月16号啊 自从神舟13号上轨道之后 在太空当中 他们一直生活在空间站 接下来他们继续呢 跨完年过完农历春节 过完北京冬奥2022之后 他们才会返回地球 一共要待半年的时间 这对太空人的航天员的这个 体能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然后呢接下来他们会有另外一个下一个轨道的这个工作任务 目标是什么呢 这一次的目标我们看到光是2021下半年 中国大陆的航天员非常密集的上太空 因为呢他们的目标是在明年2022 他们要建造中国大陆的首个国际太空站 天宫站这个天宫站让航天员呢 能够在太空当中进行更多的作业 那他们在做回报的时候 你等一下仔细听他们如何回报 这个现在已经被形容为叫做感觉良好小组 好我们先带您来回顾一下 在太空当中的过程 神舟13号报告 出舱舱门已打开 出光明白 动腰水生化器已打开 动腰水生化器已打开 输光明白 好了这边过完了 明白 神舟13号报告 出舱舱门保护罩已安装完毕 输光明白 能够在 冻三出舱并安装脚线为器完毕 打开水生化器完毕 打开水生化器完毕 动腰在冻三边立一臂山底 嗯 嗯 曙光 我是洞山 我已出仓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刚才有听到吗 曙光明白 感觉良好 所以呢现在啊 航天员呢 被称之为感觉良好小组 他们就是在太空当中呢 这个半年啊 呃 这次呢 航天员其实要进行 很多次的出仓活动 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任务啊 好 画面当中其实呢 我们看到虽然说 他们动作很缓慢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在地球上 都是要经过非常 呃 像是高压的测试啦 或者是一些 呃 其他的配合的操作 尤其是 等一下要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 呃 曙光明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这个感觉良好小组 他们这一次呢 在太空当中 我来看一下 我来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 好 那我们先来继续来看影片好了 他们这一次呢 呃 希望明年嘛 因为要盖第一个 中国大陆的空间站 其实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长城 5B火箭的空心 空间站的核心模块 送上了这个轨道之后呢 中国空间站天宫的建设 就开始了 然后按照这个计划呢 呃 在接下来就是从四月开始的 后续的这个十二个月内 会有更多其他的啊 模块一直被送上轨道 然后在空间站上的 这个宇航员呢 他们会透过测试 还有舱外的活动 来组装这个天宫站 那么天宫站呢 在盖好之后 大约是66吨 是质量420吨 国际太空站差不多六分之一 那么在过去二十年里头呢 这个国际太空站呢 有接待十多个国家 两百多位的航天员 那么接下来 中国大陆的天宫呢 就会有建造跟维护作业的 大型机械手臂 然后呢 他们预计要建造一个 在附近轨道可以同样运行 功能强大的天文望远镜 然后呢 先后啊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任务啊 这个天宫的轨道空间站呢 是在去年的 应该说今年今年 2021的4月29号 马上就要2022时间好快哦 那当时候呢 天核核心舱已经送上轨道了 这个空间站预计呢 2022 好 应该是可以完工的 那么通过的空间站呢 一次可以住三名太空人 然后呢 在这个航天员啊 轮調期间呢 可以住到六个人 好 那主要的这个天宫太空站呢 是天核核心舱 我刚说的已经装好天核核心舱 然后呢 预计还有孟天跟问天 两个实验舱 就是三个舱 把它连结结合在一起 有点感觉画面有没有 像我们电影当中看到的 这样 然后呢 中国大陆的载人太空飞行工程办公室 也期待 好 接下来呢 呃 长期可以驻扎三名航天员 然后呢 让这个天宫站 持续运作至少有十年 那么这次的出舱任务 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接下来这支影片 我们可以来看到他们是如何来运作的 然后哪一些操作其实是突破遗忘 应该是很简单的动作 其实机械必须要转好几个位置 对 机械必须要转好几个位置 机械必须要转好几个位置 他介绍了要在水下水槽的这个 施种水槽下模拟 报告以上脚线为弃 对 冻山上得很快啊 都有前辈们经验的积累 自己的客户训练 这个舱外操作台 他们的训练是 刚才说了 现在我们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夜光复身上的摄像机 拍回来的画面 现在是天鹤活动当中 抬升过的全景摄像机 对 这是两个之间配合 要通过安全系绳 把这个马上要抬升的那个C的那个支架 传递出舱 嗯 动摇可以出舱完毕 嗯 嗯 我是朋友 我已出舱 感觉了好 嗯 熟光明白 嗯 嗯 最后那个片段有没有看到 哦 就是在这个神舟13号 透过这个镜头 我们看到的是地球 从太空当中看地球 以前呢都只有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 但是现在呢科技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画面 好 再来呢我要跟大家来揭秘了 什么叫做北京明白 什么叫做曙光明白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支 我们先前的这个宇航员的画面 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透过这个画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中国大陆这一路走来的这个航天梦呢 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而且这个实现呢 应该是会让美国很紧张的 没错 聊天室里头的宝宝说对了 神舟13号的任务呢 每一次有没有 我们透过这个画面 你会看到他们做一个动作 你就会听到曙光明白 航天员跟曙光 他们互相的这个应对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先前呢 上一次的上一波的航天员 他们你会听到北京明白 好网友就说 北京明白这个调度的岗位 哇后来大家去揭秘 你知道北京明白的这个调度岗位 原来里头的工作人员全是90后 而且这个团队里头啊 一共有9名成员 那么再来呢今天为大家揭秘 刚才一直听到曙光明白 曙光到底是谁呢 好来帮大家揭秘哦 其实曙光呢 并不是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当曙光的 你不是 他们不是只是在那边回应说 哦听到了Copy Roger 曙光明白 不是的 这个背后呢 有着很深的默契 好这一次的出仓啊 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成功 那曙光明白呢 也登上热搜 大家都在好奇 为什么是曙光明白 为什么是不是别的什么明白 对吧 好其实这是呢 地面小组 他们会通过一个叫做曙光港 跟太空当中的航天员 直接做沟通 那曙光指的是谁 那沟通的内容又包含什么呢 好什么时候会需要曙光出来呢 好曙光是什么呢 真的就你就如你所想 从天空当中设下那一道 曙光就是引导的意思 曙光就引导航天员 在太空当中走好太空的每一步 好每次曙光港呢 跟航天员他们是直接进行交流的 好一个动作每一动呢 都要做回报都要来做确认 而且呢他们跟航天员啊 会非常的熟 他们才能够确保说指令的准确 还有沟通是顺畅的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方式 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样 那这就会出错了 但是在太空任务当中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出错的 所以呢他们的每一个沟通 每个字句都是明明白白 已经配合了很久时间的 所以他们是长期的哦 航天员在地面地球上 接受任何的训练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位曙光的这个 呃工作人员 跟他们一起来做应对 一起配合他们的教练 他们的教员啊 才能够来担任这个曙光港 然后呢他们要支持的工作是 天地同步的谁下口令呢 就是曙光来下口令 航天员呢 这有一点像是我们新闻作业哦 主播在这里讲一个小时 我们的摄影大哥 就会在这里一个小时 我们的直播人员 就会工作一个小时 航天员也是 他们只要在天上一个小时呢 地面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要展开相对的时间 工作一个小时的支持 由这个我刚刚说的 曙光港来观察 航天员载轨的情况 然后及时的时候呢 他们会提供需要的支持 所以呢 可以担任曙光港的工作人员 他们必须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 要有很强的专业技能 而且包括熟悉空间站上 所有的平台设备 也就是航天员会的 基本上曙光港的人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们也都会 还有呢 舱外航天服 比如说一出错 我的衣服哪里出了问题 该怎么样来操作呢 通通交给曙光 他会来做你的最好的backup 好 那为什么要叫做曙光呢 很多人也好奇喔 其实曙光呢 要说到了中国大陆的 航天的前世今生 曙光呢 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有这个 载人航天工程计划的这个名字 就叫做曙光 当时的科研人员呢 为曙光呢 制作出了非常漂亮的 飞船的图形跟模型 但是当时碍于科技的关系 所以呢曙光在当时啊 并没有真的 好 飞上太空 但是呢 这个飞船已经用了一个 很棒的名字 就叫做曙光一号 那么现在呢 对于载轨的航天员呢 一步一脚印 终于深舟十三号 现在已经上了太空了 而且呢 天工站也持续在进行当中 曙光就意味着 距离几百公里之外呢 地面上的这个航天员系统 岗位人员的全员 全力的支持 在空间站啊 出舱活动当中 我们有没有听 一直听到的 曙光明白 就是他们一直在下指令 然后航天员 一直引导着航天员 下一动你要做什么 然后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然后航天员做完之后 就会回报给他 动三完成 动三感觉良好 然后呢 地面上就会 跟他做回应 曙光明白 OK 我收到了这样子 曙光曾经是中国的 载人航天事业的 星星之火 但这个星星之火呢 已经点燃了 中国的航天梦 那么现在呢 随着神舟 也已经化作现实 曙光将会继续 照亮着中国天工 天工站 朝着更伟大的方向来前进 那么不只是航天员呢 最近其实中国大陆 还有在航天上 有很多的突破发展 好 接下来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12月26号的11点11分 中国大陆呢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呢 也用长征四号 载运了火箭 第403次的飞行 好 这一次呢 是资源一号的卫星家族 又再多添了一位成员 那么送上这个卫星要做什么呢 这是丙瑶39运载火箭 它发射了一枚 就是资源一号06星 也被称为五米光学卫星02星 它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从太空当中拍摄 陆地资源调查 还有监测卫星的业务系统 然后整个卫星的寿命 大概是八年的时间 卫星呢 它在太空当中可以干嘛呢 可以透过红外线的相机 还有这种高光谱的相机呢 还有这一次新增了 长波的红外相机 所以呢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的 对地面进行观测 白天也可以 晚上也看得到 看清楚方圆100多公里的山川跟湖泊 然后它拍下了166普段的高光谱的相机 拍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 他们在用相对应的去反眼推算 它就可以看得到 哎你监测到这个目标跟覆盖的范围 最后就变成一张藏宝图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发射的过程 好我们刚看到了喔 其实呢这个长波红外相机 其实是一个创举 因为以往呢 只要天黑啊 或许呢这个卫星可能就没有办法 监测到太多的东西 但是呢长波红外相机 等于是这卫星的第三只眼睛 就是在黑暗中也可以工作了 它可以呈现地面的热红外图像 然后呢这一次啊 等于是让这个相机可以有 广视透视跟夜视的三大能力 从这边呢也可以看出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太事业呢 非常的稳定的在发展 而且呢已经几乎呢快要追上美国的 朝着美国的这个航太发展呢 持续的前进 而且呢NASA的这个天宫战 马上呢再过几年时间可能就要退役了 未来在太空当中可能就只剩下 中国大陆的天宫战 所以呢中国的航太事业不容小觑 那么现在应该也是让美国人很紧张了 thank you